兩張大人 邀局門口大牌長龍 民眾一早出門 抽號碼牌 就是為了買口罩 而鑰匙們幾乎沒休息 現在傳出從四月十九號起 周日可以不賣口罩 他們都累壞 儘管上班族周休六日 少了一天可以買口罩 但是大部分民眾 還是可以體諒 鑰匙的辛勞 發放的話 就要看鑰匙人力了 假設一個人的鑰匙 他可能發放的時間 也是需要一到兩個小時的時間 鑰匙一臉疲態 整理口罩 語氣很無奈 因為基層鑰匙 真的工作量很大 算一算 成人和兒童口罩 一天就要處理 分裝兩千片 平均花費三到四個小時 這還不包括 藥局本身的例行工作 的確像昨天晚上 到今天早上 就會民眾來問藥師說 不好意思 是不是禮拜日不賣了 其實藥師也還是沒有辦法 很明確地跟民眾做回答 的確這會造成 一些民眾跟藥師低限的困擾 口罩在周日 這個藥局是否在賣的部分 目前指揮中心也一中 有關這個部分 下午的記者會會做說明 指揮中心強調 還在規劃當中 但根據了解 食藥局本來規劃 每週六日都不賣 但因為影響較大 因此討論 週日可以不賣 但如果藥局還有多的口罩 一樣可以繼續賣剩餘的量 給予更多彈性空間 也讓藥師們可以喘一口氣 三宣龜宣請進行頭到 謝謝 謝謝 謝謝